這是質疑沖COW 你看到地上這個行李箱多大 旁邊的SR25 全大小放在這裏 都好像很細枝 這次就是 關於VFC Euromix 拿正License的H&K G28 開箱之前就說一說 近來我們Facebook帳戶 就不停被人報告了 我都拚了頭 其中一次更加是 竟然說一比二的模型槍 都被人報告 現在這個是Instagram 我都會上載很多產品 如果你又玩到Instagram 都會加我們這個帳戶 COW-AIRSOFT Facebook那邊多鎖二十多天才鎖 我都嘗試開其他帳戶 開了其他帳戶再通知大家 一揭開就看到這支這麼帥的G28GBB 其實之前都推出了一支電窗 我們都拍過了 色澤方面跟電窗都沒有什麼分別 配件都是差不多近似電窗 這個就是安在瞄準鏡上的紅點鏡孔 它就不會給你一支鏡 你看到這四個孔 就是Micro Aimpoint T1、T2都應該適合用 我沒有安裝過 T2就不肯定 看真槍照片都是安裝T1 這個Bipod我都有點保留 我還沒有檢查 因為SR25它都是用了小尺寸的 其實SR25應該用過再大一號的Harris Bipod 才為之正宗 現在不會試槍的 因為剛剛到沒有客人買 就不會試槍 碰巧有客人買就馬上拍給大家看 Blowback相信都非常強勁 因為之前那支斷造新的SR25都非常強勁 現在這支是伸縮TOK的7.62真槍口徑 當然這個氣槍都是6mm Macware都特別大 這塊就像真槍一樣 就應該是纖維Polymer的物料 氣槍就應該是膠 這支是全金屬的 身體是斷造的 所以非常有誠意 黑字呢 看得到反光是凹凸的 這支Scope 真槍Scope就是天價 差不多五萬港銀 現在相信VFC都會做一支玩具版的沙式Scope 另外一面看外觀 最明顯這個輪廣是多了 G28 那新的HK416 我忘記了A幾 都是有這個擋片 不會錯誤地 新的HK416 就釋放了HK416 就釋放了HK416 有這個 是一個新的外形 更新的 這支槍只有單發 但是呢 這個按鈕可以撥到連發 可惜是沒有連發的 大家不要太興奮 雖然撥到它 這支槍有些細節 這支槍也是比較粗的 拉一拉 新的支槍 其實它有一個彈弓的 不過現在放在地上 放在海面 它一按鈕應該很暢順地 向後吸引一聲彈 以後視窗就會更加看到了 那些組織片都非常精美 亦有H&K的標誌 S&N 這些都是真槍用的 轉Gas Block 不同子彈有不同的排氣設定 這支槍都是H&K原廠的 都是有Marking的 整支槍都非常象徵 彈甲都是用417的彈甲 底膠是不同式的 插在底部 應該都可以加貼紙 令它更像真一點 看看槍嘴 看看槍嘴 正海的監製才會更大 我們還有幾張 PAPAGO的精美的 假子彈貼紙貼紙 告白 2 ありがとう 感谢观看